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做《人性的弱点》 大多数的职场人都有过这样的发现 我们身边做领导拿高薪的那些牛人 往往有一些共同的特质 他们不一定是技术最好的 但在人际沟通和领导团队方面 一定是不可替代的 卡奈基基金会就曾经赞助过一项与此相关的社会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 一个人事业的成功只有20%取决于知识和技能 剩下的80%则取决于与人交往的能力 芝加哥大学也专门做过这样一项调查 他们发现成年人除了健康问题 最关心人际关系问题 既然大家的需求如此明确 芝加哥大学决定开始一门人际关系课程 但这时候他们却发现压根找不到这方面的教材 那个时候卡奈基正是一位人际关系培训课程的讲师 他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于是他决定亲自写一本人际关系课程的教材 也就是这本人性的弱点 为了写好这本书 卡奈基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从成千上万的专注当中 寻找各个时期的伟人们处理人际关系的蛛丝马迹 深入采访了大量的政治领袖 商业精英等成功人士 了解他们维护人际关系的方法 历经15年 终于出版了这本人性的弱点 这本书出版之后 立即被各界人士奉为沟通技巧的圣经 被翻译成60多种语言 全球总销量达到了9000多万册 堪称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 也因此 戴尔卡奈基被冠以20世纪最伟大的新名导师的称号 纽约时报甚至这样评价它 除了自由女神 卡奈基就是美国的象征 那么这本沟通技巧的圣经 究竟在讲些什么呢 其实啊 这本书的英文名直接翻译出来 应该是如何迎娶友谊和影响他人 传到中国之后 被译者翻译成人性的弱点 这两个题目都是对本书内容很好的概括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啊 卡奈基分析和寻找人性的弱点 目的就是帮助人们迎娶友谊和提升影响力 换句话说 迎娶友谊和影响他人的第一步 就是要克制人性当中的原始冲动和条件反射 比如说 当我们愤怒的时候 伤人的话就会脱口而出 比起耐着性子去理解对方 发泄怒火是我们的本能反应 这些人性中的本能反应 帮助我们的祖先在原始丛林当中生存下来 但是在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 他们已然成为了人性的弱点 在这本书当中 卡奈基指出了人际交往当中人性的弱点 并提出了改善人际关系的具体行动 所以卡奈基也把这本书称为 指导人际关系的行动手册 下面我将为你详细讲述这本书的三个重要内容 一 人性中有哪些弱点会导致人际关系变差 二 针对这些人性的弱点 卡奈基提出了哪些原则来帮助我们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 三 在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基础上 应该如何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好的 我们先来讲第一个内容 人性中有哪些弱点会导致人际关系变差 在书中卡奈基主要讲到了三个人性的弱点 一 随口指责和抱怨 二 听到不同的想法时立即反驳 三 逃避错误 我先讲第一个人性的弱点 随口指责和抱怨 这个弱点在人际交往中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卡奈基认为多数人无法保持持续的理性 人性中充满了各种情绪偏见和虚荣 当你指责别人的时候 他的偏见 虚荣 自我保护意识 都会站出来为自己辩护 卡奈基说 他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才悟出一个道理 那就是 99%的人无论做错什么事情 都不愿意自我批评 书中讲了一个例子 一位资深的监狱长发现 即便是监狱中的罪犯 也很少把自己认定为真正的罪人 他们每个人都认为 自己有足够的理由杀人放火 卡奈基有个非常恰当的比喻 他说 我们对他人的指责就像是家养的鸽子 虽然放出去了 但它总是会飞回来的 卡奈基建议大家牢牢记住这个比喻 每次开口指责或者抱怨之前 首先要克制住人性的冲动 想一想 你的指责将来会以各种方式回到你的身上 并且啊 指责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只会招来怨恨 指责和抱怨是傻瓜都会做的事情 但是理解和宽容却需要好的修养和自制 讲完了第一个人性的弱点 随口抱怨 我们接下来讲第二个人性的弱点 听到不同想法时 立即反驳 表达自我是人类重要的天性 当听到不同意见时 人们多数情况下会不假思索的反驳 以此来获得表达自我的机会 谈论和表达自我可以使人在心理上获得极大的满足 现在留下一个词 怼人 意思就是反驳他人的意见与他人争论 怼人的结果无非就是你输了或是对方输了 不管谁输了都有一方的面子受到伤害 而卡奈基认为赢得争论的唯一方式就是避免争论 当你争论时你会发现即便你有百分之百的正确理由 对方也不见得会服你 争论的结果往往是对方更加肯定自己的想法了 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这样一句话 如果你要做一个争强好胜的人 或许你能赢上几场辩论 但这种胜利最终都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失去了他人的好感 书中举了一个例子 怀特汽车公司有一位明星销售员 他是这样卖车的 假如一位前来买车的客户对他说 我觉得怀特汽车并不好 还是某某汽车更好一些 这个时候他绝不会与客户争论 到底谁家的车更好 而是适当认可客户的看法 这位明星销售员是这么想的 如果和客户争论起来伤了客户的面子 那客户只会更加维护自己的看法 所以他会对客户表示适当的认同 然后等到有机会时 见缝插针的说一说怀特汽车的优势 这样沟通反而更容易让用户改变自己的想法 对怀特汽车产生兴趣和好感 那么到底要怎样处理不同的意见呢 卡奈基认为要欢迎不同的意见 不但欢迎还要感谢 因为这个不同的意见很有可能让你避免犯下大错 好 接下来我来讲第三个人性的弱点 逃避错误 工作和生活中难免会出错 怎样处理这些错误呢 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正确答案 那就是尽快弥补问题 并且真诚的道歉 但是人性的弱点就在于 即便你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 你也不想面对做错事的后果 所以你一再逃避错误 为自己的错误辩解 后果只能是错上加错 卡奈基说 越是一个傻瓜 自我辩护的态度就会越激烈 而越是有修养的人 就越是敢于承担错误 实际上态度真诚的认错 往往都会得到原谅 如果你一不小心出了错 那么一定不要被人性左右 不要辩解 勇敢地承担错误 用理性来解决问题 才是最好的选择 否则折磨的只能是自己的内心 那换个角度 当他人出了错误 而你不得不谈到这个错误时 如何正确而不伤感情地谈论错误呢 卡奈基认为 在谈论他人的错误之前 不妨先承认自己的问题 他举了一个例子 当一个父亲发现自己的儿子在吸烟 他该如何应对呢 这位父亲没有直接警告他的孩子不准吸烟 而是告诉孩子自己是如何染上烟影 并且深受其害的 由此引出话题 最后孩子欣然接受了父亲的建议 好了 这就是我为你讲述的第一部分内容 人性中是有弱点的 比如随口指责和抱怨 下意识反驳不同意见 以及逃避错误 这是人性的原始反应 是没有理性可言的 一味地顺着人性来处理社交问题 是人际关系变得糟糕的根本原因 因此要克制住人性的弱点 转换思维方式 那么如何克制人性的弱点 来转换思维方式呢 卡奈基提出了人际交往的三项原则 来帮助我们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 一 换位思考 二 善于倾听 三 让人感受到重视 我来依次解释这些原则 先来说第一个原则 换位思考 卡奈基本人非常看重这一点 他说 如果看完这本书 你只记住了换位思考的原则 并运用到人际交往当中 那么你就会收获满满 可见换位思考这个原则 尽管听上去简单 但是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却在于 要做到时刻去运用它 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段子 卡奈基喜欢钓鱼 他说 他喜欢吃水果和蛋糕 但是钓鱼的时候 绝不会用水果和蛋糕做鱼儿 因为鱼只喜欢吃虫子 钓鱼时你应该研究鱼喜欢吃什么 而不是把你喜欢吃的东西拿去喂鱼 很多时候寻求帮助的过程 和钓到一条鱼的过程 是异曲同工的 在开口之前都需要想清楚这样一个问题 要做些什么 才能让对方产生兴趣 才能满足他的需要 然后心甘情愿地帮助我 一位哈佛商学院的院长 说过这样的话 每到谈判之前 我都会在对方的办公楼前面 来回走上两个小时 这样我就可以有足够的时间 从对方的立场和我自己的立场上 把我们各自的需求和想要的结果 全都想清楚 卡奈基认为这句话说得非常精彩 但凡聪明的人 眼界开阔的人 都会有足够的耐心 站在他人的立场上 去思考和理解他人的想法 孙子兵法说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换位思考 就是在帮助你知己知彼 满足对方 从而满足自己 实现共赢 这才是与人交往之道 下面我来为你讲 人际交往的第二个原则 善于倾听 在人性的弱点中 我们讲到 表达自我是人类重要的天性 我们常常滔滔不绝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以至于很少在意他人的感受 卡奈基说 要善于倾听 并不是简单地听对方说什么 而是在听的时候 理解对方 照顾对方的感受 法国的哲学家 拉罗·史富科 说过这样一句话 如果想要和一个人结仇 就努力让他觉得 你比他强得多 如果想和一个人交朋友 就让他感到 他比你更出色 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次宴会上 卡奈基碰到一位非常有名的植物学家 卡奈基从未接触过这样的人 他对这位植物学家充满了好奇 他认真地听植物学家讲大麻和土豆的故事 还向他请教了温室花园的管理方法 卡奈基听得非常投入 甚至连宴会结束都没有发觉 最后告辞的时候 植物学家大大称赞了卡奈基 说他是最有趣最健谈的人 但事实上 卡奈基从头到尾没说过几句话 他只是认真地听 并且越听越入迷 植物学家感受到了卡奈基的入迷 所以越讲越兴奋 我们不妨想一想 在日常与人交谈的过程当中 越讲越兴奋的那个人 是不是常常都是我们自己呢 与一个善于倾听的人相处是非常愉快的 倾听的价值也在于此 用心倾听就是给他人表现自我的机会 可以说倾听是对他人最大的恭维 倾听的力量还不止于此 当一个人遇到痛苦时 我们的第一反应常常是安慰他或者提建议 但实际上在这个时候 听听这个人想说什么 引导他说出想说的话 才能真正地帮助他释放压力 这样一来 对方也会感受到你的真诚和用心 进而收获一份珍贵的友谊 下面我再来讲第三个原则 让他人感受到重视 美国教育家杜威有句名言是这样的 人类内心深处最重要的欲望 是实现对重视的渴望 在著名的马斯洛需求理论中 人类最高层次的两个需求 就是被尊重以及自我实现 那么如何正确地表达对别人的重视呢 卡奈基认为有三种方式 首先要努力记住每个人的姓名 卡奈基在书中写道 一种最简单最明显 而又是最重要的表达重视的方法 就是记住对方的姓名 许多政治家的第一课 就是记住选民的姓名 拿破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政治家 尽管国事繁忙 但他每次与人接触 都要问清楚对方的姓名 同时在他脑海里 把这人的姓名与他的样子对应起来 他独自依人时 还会把一些很重要的人的名字 写在纸上 反复拿来记忆 当然 记住别人的名字确实花费时间 但爱莫生说 良好的礼貌 正是通过小的牺牲达成的 其次要真诚的赞美对方 在这里我必须强调一下 真诚的称赞和阿谀奉承是大大不同的 真诚的称赞是发自内心的 而阿谀奉承却是虚伪和廉价的 只会使人厌恶 巨人集团的董事长史玉柱 就对拍马屁的人深恶痛绝 在史玉柱看来 有本事的人心理健全的人 往往不会做出流须拍马的事 而心术不正想要不劳而获的人 才会想着阿谀奉承 他甚至定过这样一个规矩 如果下属拍领党的马屁 要当场罚款500 当然这种做法有点极端 但足以让人明白 虚伪的奉承绝非正道 那么如何真诚的赞美呢 他要求我们认真观察 注意到别人的每一点可贵之处 书中讲到了一个机械工程师 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故事 白宫为罗斯福定做了一辆汽车 那位工程师是主要负责人 他来白宫交付汽车的那一天 罗斯福不仅叫出了他的名字 还认真地称赞了很多汽车设计的细节 工程师后来回忆道 罗斯福先生感受到了我的每一份用心 我觉得自己的付出非常有价值 第三种表达重视的方式 是真诚地关注对方的需求 卡奈基以作家的创作为例 他说如果一个人想要成为优秀的作家 就要足够关心读者的感受 这样读者才能对你的作品感兴趣 任何需要与人打交道的职业都是如此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郭德纲的相声 为什么他的相声听众很多呢 除了优秀的作品以外 没有哪个相声演员比郭德纲 更关注观众的感受了 他常常说观众朋友们是衣食父母 用当下最流行的话讲 这就是用户思维 你足够在乎用户的感受 才能得到用户的喜爱 每个人都希望被人重视 这就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存在感 所以卡奈基十分肯定地说 如果你愿意让朋友感受到你对他的重视 那么你在两个月里获得的友谊 会比你过去两年的收获还要多 好了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本书的第二部分内容 卡奈基提出了为了获得良好的人际关系 在人际交往中应当遵循三个原则 首先学会换位思考 理解对方的感受 帮助对方获得他的所需 其次用心倾听他人说话 给他人表达自我机会 再次要真诚地欣赏和关心 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的重视 下面我来讲最后一个内容 在收获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之后 如何在这个基础上提升自己的人际影响力呢 换句话说 如何说服他人认可你的想法 配合你做事 在这里 卡奈基讲了两个重要的法则 一 求同法则 二 参与法则 先来说第一个法则 求同法则 如果你想让对方与你统一战线 就一定要始终强调你们的共同目标 千万不要一开口就讲有矛盾的地方 一位美国的心理学教授欧菲斯托说 当一个人说出了不字时 他所有的人格尊严都要求他把不字坚持到底 即便他后来感觉到不对劲 但他的尊严也绝不允许他改变 只能坚持下去 因此说服一个人的时候 从一开始就不给他反对的可能 是非常重要的事 那怎么做到不给对方反对的机会呢 这里就需要学会求同事的提问技巧 什么是求同事的提问呢 其实就是在沟通当中遇到不同意见时 不要直接反驳对方 而是用大家都同意的观点 逐步说服对方 卡奈基认为 这种提问方式有效避免了争论 是最具智慧的谈判法则 如何把这种提问技巧运用到生活中呢 卡奈基讲了这样一个例子 艾迪是一位射击爱好者 喜欢拉弓射箭 通常他都是租赁工件 但这次他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对方只卖不租 眼看就要失去艾迪这位客人的时候 售货员凭借着自己的经验 关切地询问道 之前租赁工件的费用 是不是30美元左右呢 艾迪回答说 是的 售货员接着问 你想不想省钱呢 艾迪回答 当然了 于是售货员推荐了一款工件 全套下来只要35美元 售货员通过提问告诉艾迪 只需比之前多付5美元 就可以拿走一整套工件 艾迪一听 毫不犹豫就买下了它 一个好的问题 可以往往隐藏着说服对方的影响力 求同式提问法 就是用温和而主动的方式 引导着对方到达你的目的地 下面我来说第二个法则 参与法则 卡奈基认为 说服一个人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这个想法 变成他自己的意愿 比如说 当你有一个好的想法 希望得到某个人的认同时 不妨让对方参与进来 对你的想法提提意见 把它变成这个想法的一部分 这样一来 不用费任何脑筋 对方就能积极主动地 向你的想法靠拢 书中讲了这样一个例子 威尔逊是一家服装企业的员工 为了与纽约一个著名的设计师 达成合作 有三年的时间 他几乎每星期都拿着公司的服装饰样 去拜访那位设计师 介绍自己的服装品牌 说明合作意愿 但却始终被拒绝 后来呢 他终于换了一种方法 他拿了几张自己的工厂 尚未完成的服装图样 给到设计师说 我想请你帮我一点忙 这里有几张尚未设计完成的图样 请您告诉我 如果是您 接下来会如何完成这些设计 这一次 他终于达成了合作 那位设计师让他留下图样 在几天之后 给出了自己的设计成品 然后他们达成了长期的合作协议 我们谁也不愿意 被人强迫着做一件事情 都更加喜欢由自己来做出选择 当别人的想法变成自己的想法时 我们会加倍呵护这个想法 参与法则还同样适用于对孩子的教育 比如有的孩子非常讨厌吃早餐 即使父母捞到一百次 不吃早餐对身体有害 孩子也不见得就会好好吃饭 这时候 你不妨让他也参与到做早饭的过程中来 做完之后 孩子自然就会想尝尝 自己亲手做的食物 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 参与法则都非常有效 当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要和对方沟通的时候 不妨努力把这个想法 也变成对方自己做的早餐 好了 到这里第三个内容也讲完了 在收获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之后 通过求同法则和参与法则 可以有效地说服他人 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人性中是有弱点的 比如随口指责和抱怨 下意识反驳不同意见 以及逃避错误 这些弱点是人性的原始反应 是没有理性可言的 一味地顺着人性来处理社交问题 是人际关系变得糟糕的根本原因 因此要克制住人性的弱点 转换思维方式 首先学会换位思考 理解对方的感受 帮助对方获得他的所需 其次 用心倾听他人说话 给他人表达自我机会 再次 要真诚地欣赏和关心 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的重视 最后还要记住两种 说服他人的法则 求同法则和参与法则 始终强调与对方的共同之处 引导对方积极参与我们的想法 这样既能够有效说服对方 又可以避免争论 最后还需要提醒 卡奈基强调 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 如果你真的想从这本书中获益 就要反复分析 和使用这些与人交往的技巧 有人说 虽然听过很多道理 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你只是听了道理而已 却没有把道理一一实践和运用 所以古人讲知意而行难 只有知行合一 才能把听过的道理 变成自己的道理 好 人性的弱点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下一本好书与你再会